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4年3月4日 今天是星期一 時間繼續來到 星期一的晚上 農曆年來到甲晨年 農年 正月24 明天 是24節氣 明天 是經濟 我們回來研究 香港最新的時事 這是最新的報導來的 來自這個 是愛媒彭博 這一節要跟大家揭露的 是中環價值崩潰 中環價值 是說 第一 是中環 的 寫字樓 中環不是住宅 中環 基本上 就是一個核心的商業地帶 所以說中環價值 首先第一 一定是 是他的商業樓宇的價值 還有租金 第二件事要說的當然 是傳統的價值觀 現在我們要討論的是兩個價值 都同時 崩潰 這一節也很主持的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男士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請打開我們本台 的節目清單 記得欣賞播放 再播放 就是這麼簡單 敬請各位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會有獨家優先的節目放在Patreon的頻道 亦請所有的聽眾記得訂購VPN 我們看看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彭博 出來爆料 說由於香港 評購 首次公開 招股IPO活動 在香港大幅減少 所以 香港 是多家大型律師行 正在 撤出中環 減少 在香港的中環 遭用極昂貴的貴價 寫字樓 知情人士爆料 這是全球最大的 律師事務所之一 這間DLA 一般人正常來說 你不是這個界別 你不會認得哪些 是叫做 是大行的 這是很正常的 會計師行 你就知道有Big Four 很多人都知道 但應該未必每個都能說到四間行的名字 不要緊 你知道他們存在就可以了 簡單來說 香港 應該說全球最大才對 因為這些 跟Big Four一樣是國際大行來的 香港的律師行基本上 做IPO業務的律師行 性質跟Big Four的核數師會計師是一樣的 即是說 他們又是國際的公司 而在香港落匯的原因正正因為 香港 是其中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之前 這些大行 一直是臨立的 而且佔據了 中環 很多 核心地段 最貴價的寫字樓 的黃金位置 實際上 可以在 最貴租金 中環租最貴的寫字樓 基本上就只有這些國際的大公司 大企業 國際大行可以做到 再不是 就要是 香港的大MASA地產商 因為他們自己發展 例如IFC 他們自己發展出來的物業 他們自己可以拿回來做寫字樓 如果不是 可以負擔那麼昂貴的租金 的企業其實是有限的 而 為甚麼企業要選中環最貴的寫字樓 的黃金地段 去租這些寫字樓呢 就是因為 這些是品牌效應 即是要告訴 所有的客戶知道 我們是大公司 我們是大企業 我們是有品牌 即是說 中環的其中一個價值 就是在於 品牌效應 我們也跟大家講講 這些大型的律師行 應該有很多大家也未聽過 例如目前排行第1 是美國行 Kirkland & Ellis 排行第2的 Levin & Watkins 第三就是香港的律師 應該會比較熟悉 DLA 因為DLA在香港有寫字樓 第4 是Baker & Mackenzie 香港的法律界應該也會熟悉 因為香港也有這家律師行 再數一下香港也有的 例如 是 Kipflot Chantz 然後還有一家 Allen & Offrey 還有一家大家應該會熟悉一點 英文是Mayor Brown 因為Mayor Brown收購了這個 是叫做 Marsida 這節 為甚麼要跟大家講 這堆律師行的名字呢 我講得當然有原因 我真是很認真地問 非正式統計和調查 到底我們有多少聽眾 如果你不是法律界 你不是在讀 是法律系 學士的話 有多少人 是認得出我剛才說的律師行的名字 我相信 應該 如果你不是法律界 我剛才所說的名字 除了Marsida之外 你應該是全部 都不認識的 這個論點是甚麼意思呢 我就是想告訴你 其實 在中環 盤距了那麼久的中環價值 其實是跟我們絕大多數 99.9% 的正常的人 是沒有關係的 是不是很震撼呢 這是事實來的 很多人覺得自己 我要跡身在中環 擁抱這個中環價值 中環價值不是說樓宇價值 中環的價值觀 也是香港長期 建立的一套 其實是扭曲的價值觀 不好意思 我也是在中環上班的一個人 應該說是在中環工作過 不要叫上班 坦白說 我不覺得中環價值有甚麼了不起 中環價值除了品牌 貴價之外 其實是沒有 任何的特別的元素 在裏面 即是說 其實跟一個普通的大城市 裏面的 所謂的小圈子 覺得自己形成了一個 貴價的圈是差不多 例如紐約的曼克頓 又例如倫敦 倫敦的 Mayfair附近 你是不是真的在這裏上班 代表你 高人一等 真真正正的高人一等 在社會上的人 正確來說應該不用上班的 所以如果你覺得 要在中環上班去顯示你的身價的話 本身 第一步就已經是錯了 有身價的人 不用上班 香港真真正正的 所謂的上流社會 富豪 大媽薩 富戶 他們應該 坐在那裏是不用做的 不是沒有收入的 他們有收入的 他們的收入就是收租 如果你說要在中環上班 其實 你根本不是上流社會 來的 有人可能說 不是呀 我在中環那裏出出入入 中環到出出入入 和中環到上班 其實是兩件事來的 你在中環不是上班 你仍然可以在中環出入 例如 馬會呀 香港級呀 去球呀 拿著酒杯喝紅酒呀 你不用在那裏上班 你也可以做的 只要你是那些會的會員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這個神秘的中環價值 不過 通常為甚麼會將兩件事混淆呢 就是正正 在中環上班的人會嘗試 令人覺得 他在中環 會拿著一個紅酒杯喝紅酒 大多數的法律界都很喜歡做這件事 不過現在好境不上 隨著這個 是中環 價值崩潰 價值觀又崩潰 價值 實際價值和租金又崩潰 因為 留在中環也沒有用 沒有生意做 沒有企業來上市 即是沒有水雨 中國大陸最流行的那一句 楊毛出在狗身上 豬埋單 即是甚麼意思 即是說 我搞上市就有錢 有錢我就有錢找給你律師行 你賺我幾百萬律師費 我就是要一隻殼值錢 誰給我買殼 中國大陸 為甚麼中國大陸有錢買殼 因為中國大陸買你的香港殼 在中國大陸圈錢 甚麼叫圈錢 非法集資 為甚麼是非法的 看看你有沒有後台 你有後台就不是非法的 但是有後台也不代表不用爆煲 所以 上述 我將它是精華版 濃縮了 告訴大家 為甚麼現在沒有這件事 因為沒有人下來買殼 買殼的目的是為了中國大陸非法集資 如果有官方背景就合法了 現在 大陸也沒有錢給你集 錢在哪裏 錢在民間裏 割韭菜割回來的 現在韭菜也快要死了 你不能收割就自然沒有錢 沒有錢就沒有人上市 沒有人要 律師行和回計師行 沒有人要律師行和回計師行 他怎會租你那麼貴的寫字樓 所以你看到沒有 整個產業鏈 由始至終 是一個 Ecosystem來的 是一個生態環境系統來的 他們 是一環扣一環的 跟植物差不多 泥土吸收養份 然後植物的根部又從泥土 吸收所需 然後 就是成長了 然後就是吸取 太陽光 然後就是 光合作用 香港 中環價值的產業鏈就是這樣形成的 使得 中環的樓宇的租金 寫字樓的租金可以那麼昂貴 我們說的中環是包括金鐘在內的 現在真是中環是淪陷 因為 大公司在香港撤離 這些律師行和回計師行 香港也不會再租那麼昂貴的寫字樓 因為根本沒有生意 所以歸根究底 也跟 中國大陸的資金是有關係的 這一節 其實算是半讀家揭路來的 能夠像我一樣那麼清楚告訴大家 中環價值 人不多 其實中環價值是很無聊的東西 就是輪流 在中環金鐘附近租寫寫字樓的人 輪流 搞聖誕節派對 搞波 即是約在一起 喝紅酒 基本上就是這樣 這種做法 也是徹底繼承英國的 這個做法正正 是英國的上流社會 原本最喜歡做的事情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揭露到這裏 全新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 基本法23條 立法 基本法 第23條立法的 23條就到了 大家記得如果保障你們的 個人私隱和網絡安全方面 你們可以選購我們的VPN 謝謝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當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為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著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